大家好,我是Sham 2022年1月10日 美国圣华金医院一名78岁老人的去世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老人名叫罗伯特·德斯特 这个名字大家或许有些陌生 但是说到纽约世贸中心和时代广场 大家一定就很熟悉 而德斯特家族就负责了世贸中心的全部重建工作 并且还拥有时代广场众多的商业 但这些还只是这个商业帝国的冰山一角 而罗伯特则是这个家族曾经的继承人 不过引人注目的标签 却不单单只是这个富豪身份 他去世的时候 正因谋害的罪名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富豪与凶手两个身份的反差 才是大家关注的原因 罗伯特的一生在常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 1943年他出生在纽约曼哈顿 他的爷爷从奥地利移民到美国后 于20世纪20年代末创立了家族企业 随后在他父亲的手上发展壮大 罗伯特小时候跟着母亲以及三个弟弟妹妹 在斯卡斯戴尔的郊区长大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可这样舒适的日子在他7岁的时候 因为母亲亲身去世而结束 据罗伯特后来表示 当时在母亲去世的前几分钟 父亲把他带到了窗前 亲眼目睹了母亲从楼上掉下去 这给他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 在这之后 他的性格开始变得有些古怪 再加上家族所灌输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教育 所以导致他和弟弟道格拉斯关系非常不好 经常发生冲突 为此父亲还把他送到了医院 接受心理治疗 后来罗伯特慢慢长大 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 在上高中时 同学们对他的印象也都是独来独往 从来不与其他人交朋友 也不参加任何的课外活动 以至于整个高中 他只和同学们在毕业典礼上 留下了一张合影 后来 罗伯特去到了加州大学若生基分校 攻读博士学位 在那里 他遇见了自己最好的朋友苏珊 苏珊来自拉斯维加斯的黑手党家族 父亲曾为电影《教父》里的原型效力 并因立下功劳 而分得了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 地下世界的经营权 不过 出生于黑帮家庭的苏珊 却有着一个当作家的梦想 这与不想当继承人的罗伯特有些相似 或许是因为两个人身份的特殊性 以及想法的相似性 让他们之间有了不少的共同话题 所以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而两人的羁绊也开始产生 并不热衷于学习的罗伯特 最终在1969年退学回到了纽约 协助父亲管理家族集团 可性格古怪而又冲动了他 很快就厌倦了这样的富三代生活 在他看来 或许平凡朴素的生活更适合自己 所以他对于管理企业这件事情 越来越不上心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认识了住在自家大楼里的凯瑟琳 两人在两次约会后 便确定了恋人关系 有了爱人的罗伯特 很快又有了新的想法 他邀请女友一起搬到 美国佛蒙特州居住 打算在那里过平凡人的生活 就这样 两人一起开了一家健康食品店 居住在廉价的嬉皮市公寓 交通工具则是一台普通的甲壳虫 生活过得朴素而节俭 可罗伯特的家庭并不能接受 自己的继承人不学习如何管理企业 而沉迷于体验生活 因此搬到佛蒙特州一年后 他在父亲的坚持下 又回到了纽约 回到了德斯特集团 1973年 28岁的罗伯特决定和19岁的凯瑟琳 步入婚姻殿堂 28岁 本该是具备分担部分家族管理责任的年纪 可罗伯特却选择了享受新婚的甜蜜 他和凯瑟琳经常出入各种名人舞会 去世界各国怀有旅行 两人如交似机 十分恩爱 一转眼 时间就过去了三年 此时已经22岁的凯瑟琳 觉得自己应该要个孩子了 但是这个想法却和丈夫产生了冲突 在他看来 有孩子只会影响他享受幸福自由的生活 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 两人的感情开始破裂 从起初的争吵 逐渐升级为肢体冲突 而此时的凯瑟琳才认识到 完全依附男人是不可行的 哪怕这个男人是个亿万富翁 所以凯瑟琳选择继续自己的学业 并在布朗克斯的爱因斯坦医学院 学习护理和医学 或许是重新接触外面的世界 唤醒了他独立自主的意识 1981年 他决定和丈夫离婚 并且聘请了律师 这引起了罗伯特的强烈不满 因此 离婚没有离成 反而还更加剧了罗伯特对他的殴打行为 1982年1月31日 凯瑟琳在参加好友吉尔举办的晚宴时 看起来非常沮丧 而且他休闲运动的装扮也与晚宴上的氛围格格不入 好在 细心的好友发现了不对劲 便打算在晚宴结束后 邀请凯瑟琳去一家酒吧放松心情 而当时的凯瑟琳表示 自己回去换洁衣服马上就来 两人约好在酒吧门口见面 但是当天晚上 吉尔却迟迟没有等到凯瑟琳的出现 并且始终都联系不上他 他联想到 这几年凯瑟琳和丈夫的关系不合 再加上今晚他的情绪很差 吉尔却莫名地感到有些担心 并在接下来的几天多次找到警方 希望他们能帮忙寻找凯瑟琳 但警方拒绝了他 因为他不是凯瑟琳的直系亲属 直到2月5日 也就是凯瑟琳参加晚宴的第5天 罗伯特来到警察局 声称自己妻子在昨天失联了 他表示 2月4日医学院的主管打电话的妻子 表示他从2月1日请假之后 一直都没去上课 并催促他尽快在康复后赶往学校 而妻子当即便决定 乘坐当晚9点15分的火车返向 当时罗伯特开车送他去了车站 并目送他上了火车 随后 罗伯特回家和自己邻居喝了一杯 并在夜里和抵达曼哈顿公寓的妻子通了电话 可警方在调查后发现 他家里的电话当晚并没有同曼哈顿通话的记录 邻居也没有印象 当天晚上和他一起喝了酒 对此罗伯特便又改口说 自己没有和邻居喝酒 而是回家睡觉了 睡醒起来还和妻子通了电话 而电话是在公共电话亭打的 由于最近的电话亭离他家很远 再加上 当天晚上下着雨天气很冷 因此这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为了了解更多信息 警方对罗伯特家附近的邻居和门卫进行了问询 门卫起初声称 2月1日他在大楼内见过凯瑟琳 后来又说记错了 不是在大楼里看到的 而是隔着半个街区 看到过一个身形和衣服都和凯瑟琳很相似的女人 但他也无法确定那到底是不是她 为此警方打算对凯瑟琳近期的活动进行细致调查 发现在失联的前三周 凯瑟琳曾在布朗克斯区的医疗中心治疗面部于衣山 从他与朋友的描述中得知 这是罗伯特打的 当时的凯瑟琳对于离婚的想法十分强烈 甚至做好了财产分配计划 他并不贪心 毕竟他也知道 自己想分到罗伯特的巨额财产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仅仅只要求丈夫付给他25万美元的离婚赔偿金 但没想到 他的这个要求被拒绝的同时还激怒了丈夫 为此 罗伯特取消了他的信用卡 并拒绝支付他在医学院的学费 据警方了解 罗伯特在过去的三年里几乎没有和凯瑟琳住在一起 而是和自己的其他情人住在另一套公寓 并且在凯瑟琳失联后 他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悲伤 依旧和情人们过着快乐的日子 而他唯一为妻子做过的事 就是发布了一条有偿的寻人启示 说起这个寻人启示也很有意思 起初悬赏金额是10万美元 这样一笔钱对于罗伯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可很快他就将这笔悬赏金调到了1.5万美元 再联想到他对于凯瑟琳离婚赔偿金的态度 可以看出罗伯特是一个十分吝啬的富豪 而除了吝啬 他还没有感情 当凯瑟琳的妹妹得知姐姐失联后 便来到他们家寻找 可他发现 房间里所有关于凯瑟琳的东西都已经被清空 公寓的保安当时对他说 自己曾在垃圾桶内看到过凯瑟琳曾穿过的衣服 罗伯特如此绝情的做法 让妹妹极度怀疑 凯瑟琳的失联可能与罗伯特有关 甚至说 姐姐有可能已经被罗伯特谋害了 可是这一切的怀疑都没有合理的证据 加上罗伯特的家族拥有美国最顶尖的律师团队 无论是警方还是凯瑟琳的家属 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 都无法对他做任何事情 因此案件始终也都没有任何的进展 据说 在凯瑟琳失联第八年 罗伯特向法院申请了离婚 声称自己被配偶抛弃了 由于凯瑟琳消失多年的确是事实 因此这一申请便得到了批准 直到1998年 一个盗窃犯的被捕 又让警方重新启动了 对凯瑟琳失联案的调查 证明罪犯声称 自己曾受到过苏珊的委托 前往凯瑟琳两个朋友家里盗取了一份精密资料 而对于苏珊这个名字 警方并不陌生 因为在起初对罗伯特的调查过程中 苏珊就一直以罗伯特发言人的身份 在和警方沟通 并且还为罗伯特提供了凯瑟琳失联时 不在场的证据 通过那名罪犯的供词 警方意识到苏珊这个人不简单 并认为他可能会是侦破凯瑟琳事件的突破口 于是打算对他进行密密调查 可调查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 由于凯瑟琳消失已经过去了太久 因此他们依旧没有发现新的线索 最终警方决定 请求当地检察官单独找苏珊谈话 试图从他的口中套出一些线索 当时检察官和苏珊约定 在2001年新年节假日时见面 可就在谈话即将开始的前几天 意外发生了 2000年12月27日 苏珊所在地区的警察局收到一封信件 里面的内容很简单 写了一个地址并加上了尸体一词 游出日期为12月23日 而这个地点就是苏珊位于洛杉矶的住址 当时警方立即赶了过去 并发现了躺在客厅成贵字的苏珊 她已经去世了三天时间 对于苏珊的去世 检察官十分震惊 她之前有预想过调查可能会出现阻碍 或者苏珊不配合的情况 当时却没想到调查还没开始 苏珊就已经失去了生命 这种巧合让她不得不怀疑 这是罗伯特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 而采取的措施 可经过调查 现场却没有发现任何与罗伯特相关的痕迹 包括在苏珊去世的前几天 罗伯特也一直在加州北部 而苏珊所在的洛杉矶 却是在加州西南部 当时警方也对苏珊的银行账户进行了调查 发现她在遇害前曾分两次收到了 罗伯特共计5万美元的汇款 对此罗伯特坦然地承认了 自己确实给苏珊汇过款 但是对于苏珊的遇害情况并不了解 1982年凯瑟琳的失联 2000年苏珊的遇害 这两起事件都没有有利的证据来追查凶手 但是从事件发展的逻辑上来说 应该都和罗伯特有关 可惜办案定罪是需要证据的 尽管警方仍在努力调查 但是在有结果之前 罗伯特依旧逍遥法外 可早就习惯用拳头解决问题的人 又怎么能控制得住自己暴躁的心理 2001年 罗伯特被警方逮捕 但是这次被逮捕的原因 却不是因为苏珊和凯瑟琳 而是在2001年11月30日 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超市 试图偷窃创可贴 报纸以及肌肉三明治而被警方逮捕 据说 当时他的身上明明就还有500美元 在罗伯特的身上 警方发现了一把车钥匙 经过寻找 他们在超市的停车场 找到了这辆罗伯特租来的汽车 车里有37000美元的现金 一张地图 以及一本不属于罗伯特的驾照 而问题就是出在这本驾照上 驾照上的人名是莫里斯·布莱克 居住在加尔维斯顿 2001年10月9日 也就是一个多月前 警方就接到了莫里斯的失联报案 并在11月15日 在加尔维斯顿湾 发现了疑似莫里斯的身体残骸 而现在 属于莫里斯的驾照 出现在了罗伯特车里 这两人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当时 警方通过审讯后得知 罗伯特说 她为了体验生活 所以扮演了一个聋哑妇女 生活在加尔维斯顿 而71岁的莫里斯正是她的邻居 这个莫里斯平日里脾气暴躁 与周边邻居关系很不好 案发当日 他们两人发生了矛盾 一向喜欢对抗的莫里斯 从家里拿出了武器 威胁她 为了自保 她试图从莫里斯手中夺走 而就在这个过程中 意外发生了 莫里斯的脸部被击中 导致她当场去世 后来她因为害怕被发现 所以就将莫里斯 抛弃到了加尔维斯顿弯 而为了方便运输 她还用工具将其分成很多部分 根据罗伯特的供述 警方再次对莫里斯的身体 进行了搜寻 大部分残骸都已经找到 可是最为关键的头部 也就是被袭击的部位 却始终没有找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 法医根本无法通过伤口痕迹 给出鉴定结果 那也就无从考证 罗伯特的话是否属实 换句话说 没有证据就没法反驳 罗伯特的供词 自我防卫 过失谋害 这两个都是降低罪行的重要标准 如果按照罗伯特的说法 在这起案件中 他唯一的罪行 可能就是通过抛弃身体 来逃避警方调查 这样的罪行 并不足以严惩 为了找到更多证据 宾夕法尼亚州的警方 足足调查了两年 最终实在没有有用的线索 只能按照流程 对罗伯特进行审判 当时检方决定 以一级谋害罪名 对罗伯特提起诉讼 而不是以较轻的过失谋害罪 但罗伯特也请到了 最顶级的律师团队 当时律师对他进行了精神鉴定 并确定他会有阿斯伯格综合症 根据律师描述 罗伯特自从亲眼见到 自己母亲去世之后 就开始患上了该疾病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会同莫里斯发生矛盾 又为什么害怕和警方打交道 2003年11月11日 因为罗伯特的确患有精神疾病 且检方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 来证明罗伯特故意谋害的罪行 因此法律宣告 检方所指控的一级谋害罪名不成立 但考虑到其他罪名胜需调查 因此罗伯特需要继续被击押 而后又经历了一年的调查和审讯 2004年12月21日 被击押的罗伯特承认了自己逃跑 以及处理莫里斯身体毁掉证据的罪行 因此他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五年 由于此前罗伯特已经被击押两年 因此只需再服刑三年 2006年3月1日 罗伯特因为解刑被提前释放 而重获自由的罗伯特出狱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德斯特家族的现任掌舵人 也就是他的弟弟道格拉斯 1994年的时候 因为罗伯特的玩世不公 父亲便决定让弟弟继承德斯特商业帝国 对于这件事 罗伯特也一直耿耿于怀 这次回来 一无所有的他决定争夺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财产 最终 他分得了1亿美元的现金 以及每年可以给他提供200万美元收益的信托基金 罗伯特又再次开启了自己的富豪生活 2010年 一部以罗伯特的故事为原型所拍摄的电影在美国上映了 而罗伯特主动联系到了该电影的导演 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而在这次交流过后 该导演决定 根据罗伯特本人的描述制作一部纪录片 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这部纪录片制作的过程中 一项关于苏珊去世事件的线索被发现 苏珊的妓子在老邪中整米物品时 发现了一封罗伯特在1999年寄给苏珊的信 考虑到警方曾提过 母亲的去世也许同罗伯特有关系 所以他便将这封信件 交给了当初负责调查苏珊去世事件的警官 经过对比 确定了这封信的确出自罗伯特之手 而最关键的是 该信件与当时报告苏珊去世的匿名信字迹非常相似 其中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 两封信件中都将被弗利山的拼写 兜出一个相同的字符 这很可能是一个书写习惯的问题 也就是说 当初的匿名信很大概率就是罗伯特写的 这对于警方来说算是一个重大发现 2015年3月14日 洛杉矶法官签署了对罗伯特的一级谋害逮捕令 几天后 罗伯特在新奥尔良的一家酒店被逮捕 并在他的车上发现了一张去古巴的地图和一些现金 根据他的银行记录显示 罗伯特近期在银行提取现金高达30多万美元 警方推测 他应该是已经听到了关于逮捕自己的风声 所以试图取取现金逃亡古巴 而古巴跟美国是没有引渡协议的 一旦逃走就很难再抓到他 关于罗伯特的审判 被定于2015年9月21日 在审判开始之前 罗伯特的律师向法律提出 他的健康状况不佳 要求推迟审判 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对罗伯特进行健康治疗 于是该审判便被推迟到2016年2月3日 而后来 罗伯特的律师又多次以他的健康原因推迟审判 加上罗伯特确实患上了膨胱癌 导致这场审判断断续续持续到了2021年 2021年10月14日 罗伯特因谋害苏珊被判处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当时罗伯特和苏珊的共同好友出庭作证称 罗伯特曾在2014年同他聊天中说起过苏珊 并说过一句 要么他死要么我死 我别无选择之类的话 除此之外 罗伯特在录制个人的纪录片时 也曾在忘记随声麦克风开启的情况下 在厕所自言自语说了一段话 不要问我做了什么 我当然是把他们全部都给干掉了 而且他还曾在纪录片的后台表示 自己曾在法庭上说过话 比如自己为了体验生活而扮演一个聋哑妇女 实际上 他是因为知道警方要对自己进行调查 所以才进行了伪装 用纪录片拍摄者的话来说 罗伯特的言语中 好像透露着犯罪过后逃避惩罚的快感 据说 他还曾将谋害的目标 放在了自己的弟弟到格拉斯身上 因为他觉得弟弟夺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 并在扮演聋哑妇女的那段时间 从埋伏在弟弟下班路上 巍随他回家 但因为被弟弟发现而终止了该行动 以至于他的弟弟出庭作证时都带着保镖 担心会受到来自哥哥的伤害 而在罗伯特终身监禁的判决宣布后 他和他的律师团队当即提起了上诉 但在2022年1月10日 79岁的罗伯特因身体原因 在圣华金医院离开了人世 而所有关于他的案件 也就这样 因为他的去世画上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观点和看法 祝愿大家新的一天美好健康 我是Sham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